参赛学子就位 诸位少安无藏 今日雪庄比鉴 参赛学子可随意挑选对手进行对决 最后留在雪庄上者夺得桂冠 比赛开始 起步 可依你说今日比赛精彩我才来的 可现在看来也颇为无聊 不如你为首谈一局 如何 行啊 不过好期才刚开始 少安无藏 请吧 承让 这比一鸟一族的剑术 同凤九几万年的相比还是弱了些 只要他小心谨慎 别从那个雪庄上掉下来 贫婆果便是他囊中之物了 你还没搞清楚他为何要这果子吗 承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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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主 我先让你三招 请啊 谁要你让 九哥 九哥 你的剑法比本少意料中厉害许多 此番比是关乎我比翼鸟族的声望 九哥 本少可不会手下留情 请 还要再继续吗 本少可要使用绝招了 好 那我有好见识一番 对不住了 你还没搞清楚他为何要这果子吗 呵 啊 啊 啊 编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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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盟绍 承让了 是本绍心思不定 让九哥抓住破绽 本绍甘拜下风 郑主 承让了 最终决赛 对阵者小燕和九哥公主 这果然是到了最后 比赛才有看头 小九 我还是那句话 若我赢了 果子定有你一半 胜负还没分出来呢 九哥 九哥 五 五 五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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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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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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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妍 你疯了吧 好 到底是魔族的人出招果然很多 我看这次凤九怕是难敌了 小妖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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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此次宗学竞技赛 获得第一名的是九哥 将配为贫泼果 因摘贫泼果前 要将上军之血滴入巨马腹中 待一日一夜巨马沉睡后 方能摘果 是以奖品隔日发放 诸位祝贺九哥 你不行 你不行 恭喜你 咱们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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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见帝君 感觉如何 我没事 我怎么了 你当真毫无所感 罢了 帝君 我到底怎么了 无需多虑 只是一股邪气侵入到你体内 我以为你驱逐出去 多谢帝君 我看你的秋水毒似乎有些浮发 平日里要多加调心 姬衡明白 帝君 是 姬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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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事相求 何事 姬衡 曾听女君说 今年 贫泼果 数捷的果子 对质秋水毒 有奇效 所以 所以 你想要贫泼果 来清除余毒 是 还请帝君 看在我父亲的情分上 能够把平泼果让给我 既然如此 那就拿去吧 谢帝君 可是 可是九哥公主呢 不知道该怎么跟她交代呢 无妨 我本就没打算 让她拿到平泼果 九哥 恭喜你呀 没想到你剑法如此了得 往年都是皇兄宅的桂冠 今年 连皇兄都不是你的对手 这还得多亏了蒙少承让呢 哪里 确实是九哥公主计高一筹 在下拜父 尤其 是公主在半空中 望天揽月那一招 十分精妙 还让本少想起了凤九殿下 皇兄 既然是替九哥请贺 你别老说你自己的事行吗 是是 是本少失言了 只可惜帝君要去照顾月师 竟然不能来赴宴 不然 还可以同帝君讨教几招 二皇子 蛇阵到底有什么玄妙 若是及我们众人之力齐功 强取贫泼果 会怎样 其实 这蛇阵除了是上古之阵外 里面还存有一个相当危险的结界 若蛇阵开启触及结界 巨蟒必定不死不休 避开那处结界也不行 可怪就怪在 谁也不知道那结界究竟处于何处 会不会是那个不能提己的人 极律 慎爷 来 喝酒 好 请 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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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哥 奖品到了 九哥 奖品到了 来 慢点 恭喜啊 恭喜恭喜 恭喜 恭喜啊 不是说明天才会有奖品吗 夫子说奖品准备好了 今日就给你 幸好没白忙活一场 好不容易得到了 快看看长什么样吧 是啊是啊 对对对 快打开看看 看不见 就是啊 这怎么回事啊 这 怎么是桃子啊 是不是夫子弄作了 我回去问问 原来帝君让我带来的一篮子盘桃 是做这个用途 你们比翼鸟一族也太不着调了 第一名该得个什么奖品 难道临赛前一晚才能定下来吗 这一篮子盘桃可都是顶尖的 都是帝君的心意 平日里我要吃一个 还要受附军的不少眼色 不如今日就开个小宴 让大家一起共享 如何 这桃子你们分了吧 我对桃子没什么兴趣 这可都是九哥公主的面子啊 这究竟怎么回事啊 就是啊 怎么变成桃子了 是 是 帝君他 为什么要用一篮子盘桃 来换掉平婆果 他明明知道我有多想要得到那颗果子 为了得到那颗果子 我有多用心他也是看在眼里的 为什么还要换掉 都到这个时候了 还在息怒我吗 九哥公主 请留步 不 老师并未在附近 我是为着老师 特地来寻九哥公主的 其实 这解忧犬旁的平婆果 我也一直想要 所以 所以我前夜特地去求了老师 没想到老师 立刻让连宋殿下 去取了一篮盘桃 从女君处 换来了平婆果给我 我知道 这次参赛 你是为了平婆果去的 心中思来想去 还是该同你讲一声 所以 你在比赛之前 就已经知道 我们拿不到平婆果 是啊 那 那 你的那颗平婆果 你愿意分我一半吗 你要我拿什么换都可以 我此次专门来告知公主 就是向公主明白 这平婆果 我不能同你分 此外 还有一个不情之情 从此 还劳公主 离老师远一些 恕我不晓得你为什么 同我讲这些 那既然 平婆果你不愿意分我一半 那你我之间也没什么好说的 我知道 这样的话由我说出来 公主心中定然十分不愿 但我也是为了公主好 这些时日 老师对公主另眼相待 想必公主心中 也有所动摇吧 老师她不知活了多少万年了 鲜手慢着 也难免感到无聊寂寞 凡事爱个新鲜 九哥公主 你确实聪明美丽 或许觉得老师有情与你 也实属情理之中 但老师 她只是将你看作一个 不同以往的新鲜玩伴罢了 若是公主身陷其中 只会徒增伤悲 我早就知道了 我很早就明白了 你 我为了拿到平婆果花了那么大力气 吃了那么多苦头 却抵不过吉恒在敌军面前 平平淡淡的几句话 敌军要红鲜了 其实还有许多其他的宝贝 但我就叶琴提 却非平婆果不可 就算这些事 敌军他仅将我 当作一个取得的新鲜玩伴 我这个玩伴做得也还算真实 如果他愿意将果子分我一些 我可以继续当他的玩伴 他让我做什么 我就可以做什么 三殿下 三殿下这是何意啊 四命 听说你酒量浅 一喝酒便口无遮来 小仙确实是有这个毛病 我知道你有难言之言 你看 我来灌你酒 你喝完以后酒后吐真言 我能知道我想知道的事情 你也无愧于所要保守的秘密啊 对不对 秘密 三殿下说的是奉酒小殿下 和帝君的事吧 我本以为小殿下和帝君无缘无分 我估计青丘和小殿下的颜面 才瞒下了种种生怕的伤心 可如今 如今就连石头都能看得出 帝君对奉酒早已有情 你还估计什么 你还估计什么 这事就得从孝殿下隐瞒了身份 进入太成宫做仙额说起了 帝君在里面吗 他不在 你回来骂了三四步 他刚离开 姬衡抱了只受伤的灵狐来寻他 他给那灵狐输了点先例 先保了他一条命 然后又为了磕丹药便带他回九重天了 我听说 好像是同他当年走失的那只狐有点像 所以才大发慈悲 把姬衡框得好生感动 若不是姬衡修为不够不能出谷 怕是早跟着去了 姬衡去送冰块脸了 老子不是很想看你的 所以在这儿等你回来 带你去吃酒 姬衡抱了一只小狐狸来找的 依老子看 冰块脸没个三四日 应该是回不来 你找他有急事 你说帝君没个三四日回不来 那肯定是来不及了 明日瓶颇果就要被摘下来 其实我知道你找冰块脸什么事 我偷偷听到姬衡找他要瓶颇果 你都不知道冰块脸有多黑心 他从来没打算把瓶颇果给你 我知道 你怎么会知道 姬衡 姬衡 小燕 你还好吧 大不了老子陪你一醉方休 改日再说吧 来 叶清廷 既然我曾经预诺过你 那我就绝对不会失严 丛林 你家帝君是不是回来了 是啊 快带我去找他 可 可他又离开了 什么 他又回梵衣谷了 他可曾说了什么 帝君说了些奇怪的话 他到底说了什么 帝君问我 若要把一个人干掉 但又防止有人为他伤心 要让所有人都感觉不到这个人凭空消失 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这个傻子 我以我的修为 怕是不能同这些巨猛来蝉动 倒不如 用我卫生的修为 筑起一个仙招来护体 毕竟 帝君的天罡照一直记在我身上 总能把我移命吧 我先冲进去 取刀瓶泼国我就立马冲出蛇尘 还有一丝希望 还有一丝希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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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隕子 好 ということで 不准备 糟了 天罡昭不能随身移动 可若为了保密 一直躲在天罡昭处 别说拿不到瓶泊骨 只怕被人发现 那星球和饼鸣鸟一斤 必定在结仇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